郭文貴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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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這裏強調,支聯會原本預先在今晚準備在夜晚舉辦的一個公眾集會已經被禁止了 警方呼籲所有市民切密參與一些被禁止的公眾活動 或者一些未被批准的集結,甚至一些非法的集結 因為違反了相關的條例,最高的刑罰是會判監禁五年的 除了違反了公共公安條例之外,其實參與的人士如果他們本身是漠視了無視這些防疫的安排 他們參與一些沒有必要的群眾聚集,也有機會違反了香港法例第599之章 預防及控制疾病的條例,有機會是被罰款五千元的 參與者除了本身要承受法律和健康的一些風險之外 其實他亦都會為整個社會帶來一些不必要的公眾衛生的風險 所以在這裏最後,亦都再呼籲市民大眾切密以身示法 問題時間,米式三位傳媒 首先想問一下拘捕的是否會附置周幸彤 另外想問一下周幸彤幾時講了些什麼關於她今晚會去六四的集會 另外警方認為周幸彤只是說自己會去還是呼籲他人去參與, 如果剛才公布自己會出席的話算不算是一個宣傳,夠不夠成為法 首先是被捕的女士剛才都剛才透露了少許個人的資料 也都根據我們的資料顯示她是支聯會的成員 她是實際的內容說什麼呢?我想這是我們的調查之一 亦都是涉及的案情,在這裏就不太方便說 不過我強調,剛才我講到是牽涉到那個案件的性質 就是說有人雖然說在網上其實等於是現實一樣 她是用一些言論去繼續宣傳和去呼籲一些人士 市民去參與一個已經被禁止的公眾活動 所以我們是根據這個方面的證據作出她拘捕的 是牽涉到有呼籲的,所以我們用回公安條例相關的法來作出拘捕 第二條問題 aid for three Duck 黑思三話 被捕捉入公司或是公司出消息 事件 判明明、刑事件 批准刑 批准刑 & 部份係案 有人在控制 公司的用途公司的公司 按照 供应职 公司的公司 再被捕捉入公司的公司 被捕捉入其官司 法定人數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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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包括兩位被捕人都是,我想最強調的是他們的言論是牽涉到去宣傳和呼籲其他人士參加這個,或者出席,這個已經是被禁止的公眾活動 而牽涉它的內容,或者實際上什麼時候去講呢,其實都是因為現在我們案件,仍然是一條調查中,不是那麼方便去透露詳情的 謝謝 好了,今天的記者還有最後一條問題,白色三位先生 你好,宣布,想問清楚究竟的就是,其實現在如果市民在網上去宣傳,是不是有其他市民在網上都有講過,就是會去出席,或者維園出席這個導演,為什麼其實警方沒有拘捕? 如果你覺得,今天兩位被捕人士其實之前已經有出席去公佈過他們出席,或者呼籲別人去參加導演的一個意向的時間,其實為什麼你不一早去呢?要去今早六月四號這個時間去抓呢? 是不是有一個政治的因素去考慮兩年呢? 首先,每個人在網上的言論,最主要是獨立去看,而牽涉現在兩個被捕人呢,最主要他的言論已經牽涉到是去宣傳和呼籲其他人去參與,才是違反了相關的法例的 為什麼今天才會抓呢?其實當然,我們是經過一些調查,情報的搜集,去到今天的時候,我們覺得證據上是足夠,所以我就再出拘捕的,其他的事情我就沒有做其他考慮,這方面的考慮 好了,舉姐,答我,謝謝,羅宋 我可以來,羅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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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